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看看建龙带来的美味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原料 待会回来聊 黄金炒三鲜所需要的原料有玉米 虾仁 鱿鱼 干贝 青豆 红豆 调料是盐 白胡椒粉 白糖和鸡精 我们看看今天来的这个有点害羞的小潮男到底要做的菜肴会不会很简单 说说这道菜吧 怎么会想做这个炒三鲜 因为这个是在酒店里面吃的 也比较适合夏天吃的 原料也很简单 在菜市场一般都能买到 你现在已经到了吃完这道菜 你就会知道它是大概怎么做的地步了吗 大概知道了 你学了多久 我学了快一年了 这样子怪不得 那我们来看看把今天建龙带来的他自己吃到过的美味 自己又很留意把它做成功了 究竟要怎么完成 我们首先要处理什么 建龙 先把水烧开 在烧水的同时 我们先把原料初加工一下 我们先把鱿鱼给它抛开 然后去皮 把它的表面那种黑的给它拔掉 要处理成这种小丁 把鱿鱼加工完以后 先把它刮一遍 把虾仁给它也切成丁 好 这虾仁你有处理过 对吧 对 虾仁先捞一下 虾仁捞一下 把壳剥掉 然后把它们切成 如果虾仁够大的话 你可以把它切成两三段 小的话 你就直接把它对半或者说不切也可以 好 你要给大家说一下干贝你有怎么处理过 干贝是先拿去热水泡一下 因为干贝是比较鲜咸的 非常咸 我们先把它泡一下 这样就会减一点它的咸味 好的 那其他的原料我们都不用处理了 因为你买到基本上是现成的 是的 是的 好 这边水也开了 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食材呢 我们水开了以后 我们先把玉米 薰豆和红豆先放下去 因为百合生了就可以吃 对 你先不要放 对吧 对 好 这个汤汤要多久呢 只要它水一开就行 嗯 等到它水开的时候 我们再把百合扔下去 开一下 然后马上捞起过凉 哦 还要过凉水 对对 所以这边我们要放一些冷水 因为这样子 如果没有过凉的话 会影响百合的tree 哦 就还是过一下水 比较保证它的口感 是的 然后水开了以后 我们把百合放在漏槽里面进去 哇 好多细小的动作啊 这些都是跟老师那边决来的吗 哦 对对对 我们把百合捞到透明进去 嗯 放在漏槽里面过凉 嗯 还有把青豆 红豆 玉米也捞起来 放在这里过凉 好 我们就聊天这回功夫吧 大概也就煮个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对 嗯 嗯 然后呢 我们先把鱿鱼下锅捞一下 因为鱿鱼是生的 嗯 我们要必须要先拿下去先捞 好 鱿鱼是等待它的水开 嗯 鱿鱼稍微捞得有点卷 发白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把半杯弄下去 嗯 嗯